你看 什么事情要被拿走 你 过关了 原来真正的规则和考核者不关 而是等着里面的东西选择弟子 既有三样东西 对应的应是不同的结果 什么结果 试试不就知道了 我 我过关了 可惜 这丹药是火属性 不然 我可以做你的师父 恭喜你直接成为我云天宗内门弟子 这丹药你拿好 玉剑是通过此关 获得丹药可以直接成为内门弟子 那么令牌呢 距离考核结束 还有一个时辰 我可以告诉你们 这黑物柱内有四样物 玉剑 丹药 令牌 以及丹炉 还有丹炉 获得预检者 此关合格 获得丹药 直接成为内门弟子 获得令牌 除成为内门弟子之外 可持令牌 去藏丹阁换取一枚三品灵丹 若是可以拿到丹炉 那么你将是我云天宗 极少的掌门弟子之一 快找呀 掌门弟子啊 万人敬仰啊 单要认诀啊 不必浪费时间 我 普通内门弟子身份够有 谁熟悉 你可愿拜我为师 那这见面礼 为师就收下了 哎 我也拿到了 我也有啊 也有啊 看我的 啊 龙子帝 要出现了 是干什么 啊 为什么 哎 还是未成啊 云天宗开派八千多年 一共也只出现过六个 获得了丹炉的前辈 人生有时是需要一点运气 但不能全靠运气 本次云天宗收徒里继续 落选者送出云天宗 获得物品者随我上山 是 啊 好霸道的丹帝 通体浴室大宗的建筑 令丹大宗果然才大气粗啊 好冲沉的良心 这群天宗果真是个修行的绝佳之地 九代弟子周灵 拜见掌门 此次我云天宗收徒之礼 共有六人入选 其中获得预检者三人 丹药者二人 令牌者一人 获得预检之人 稍后你去安排他们进行第二关的测试 若是合格 即可成为内门弟子 是 获得丹药之人 由九代弟子收徒 孙贤之 你先来选徒吧 谢掌门 掌门 弟子想收此人为徒 此人获得的丹药是水属性 正好符合弟子目前炼丹需要 好 孙贤之 你可愿意让出此人 周灵是李师妹 唯一